不論是海膽炒飯 還是海膽炒蛋 一道道料理 讓人看了許舉大動 不過近來澎湖馬糞海膽 年年濫捕的情形嚴重 想吃到美味的海膽大餐 恐怕難受加難 集團給我們澎湖縣的捐贈 不然海產生態走雨後劫 集團捐贈300萬支票 給澎湖縣眷府 讓他們可以進行海膽富裕 我們去到市場 配合過去海域的生態的保護 每年在澎湖的水產種苗繁菊場 都由一群工作人員 犧牲假日 投入珊瑚礁 與漁業富裕的工作 無私的奉獻精神 讓不少參訪者深受感動 我們明年贊助澎湖縣政府 一年100萬元的經費 進行澎湖的海洋花園的 食災計畫 希望能夠富裕澎湖縣的海域 未來澎湖縣政府 不僅要投入海洋花園的計畫 還要將食珊瑚的摘持 在澎湖海域 和培育漁苗放流 讓澎湖海洋渲態 得以永續發展 也讓2018年的 世界最美海灣 在澎湖舉行年會時 更加美麗 記者顏龍 澎湖布朗